这个是乖乖酱的简陋浮箱 49块钱四个 我觉得真的太划算了 我之前每次抢乖乖酱 我都抢不到 因为每当他们家开售的时候 我都恰好在外面 这个冻王芒果我念到了 快好几个月了 他们家这次简陋数量很少 我觉得我能捡到纯属 踩了狗屎运 我一直在那刷新刷新刷新 突然就有一个 我就提交订单付款了 真的超划算 它这个有石胶 又有假水 这个冻王芒果咋说呢 哇真的是那种很甜的 就是那种闻起来很贵 没有酸口也不色嘴 没有丝的那种芒果的香甜味 是那种比较贵的 本地产的芒果味 整体稍微捏的话 有一点油油 然后这样按下去的话 会感觉它这个 像小皮球一样 它有点脱离甲水的范畴了 我感觉它像一个解牙球啊 很肉很韧弹不开 然后磨砂感的话是很细腻 并且存在感很重的那种磨砂感 它这个声音真的很好听 和我之前自己仿制的 那个渡王芒果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颜色 跟接近一个暖橙黄色 咕嘻咕嘻的感觉很重 它真的有点像个 慢灰弹解压球 我感觉这一版应该是和它最初的那几版的 大盆泥的质感好像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流动性好像要更差一些 也没有太好玩 可能我早两个月买到它会觉得很好玩 感觉这个一边追着锯 一边在手里把玩还是挺舒服 挺解压的 用这个泥把网格全都浸泡一下 看能不能带上 好像华富饼啊 哎不太好了 接下来再看它这个宝宝黄油 这个黄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咸的样子 黄油水潭收到尽快玩 昨天刚收到的 质地都还不错 我感觉我收到这个状况应该是偏硬的 这个也是有肉感 你一捏的时候盒子会变形 我怎么感觉这个 就是渡王芒果的黄油版本啊 哎呀 渡王芒果的碎屑掉在这上面 我怎么觉得这个比渡王芒果要好玩 我觉得渡王芒果这么出名的话 跟它的名字加持也有一个关系 只要名字取得好 热门产品跑不了 这个整体很有劲儿 它没有什么绵柔的感觉 就像是一块很硬的那种脱水干燥的黄油一样 比较硬实比较柴 柴柴的 作为一个黄油你的话我就不应该上网格的 最近我们家楼下一楼在装修 我的天哪 每天都像森林仙境一样 锣鼓喧天 生肖其名 快乐似人间啊 接下来这个是软蛋蛋 软蛋蛋 我就是觉得很超纸 希望我的体验不要止步于很超纸 就没有别的了 这两款应该是石胶 也是硬撅撅的 这是一个石胶吗 我怎么感觉和它那个黄油水弹的差距不是很大 咋说呢 这个真的好塑料 它的颜色才让我感觉像木工胶 但它手感上像液体胶 无论是拉扯的感觉还是揉捏的感觉 都真的有点塑料了 这个胶味有一点大 扎泡绳倒是挺清脆的 最后一款一颗栗子越玩越沮丧 因为可能是我的期望值太高了 前面几个硬的我痛彻心扉 这个一颗栗子的感觉还不错 软软的色色的 兔特诺 这个颜色有一个那种风鸣碗的感觉吧 有点像那种 枫叶的那种感觉 枯叶 天呐 我又前面外面地动山摇 不知道我的小猫咪又干了什么快乐的事情 没有什么惊艳之处吧 总的来说就是简陋的话还是挺划算的 质感的话不是那种很圈粉的质感 端完芒果我也没有体验到有多好玩 以上只是个人体验哦 那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